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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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一个船连通 它去捷偶了上下层去底层的一个透明化 它只需要去对接LINKES的接口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的提交 不同的引擎去切换引擎的版本等等 然后可以去打通上层的应用工具 去打通它们的运行时环境等等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易货展 就是新引擎的话 之前可能就是每个上层应用工具 它都要去适配不同的新引擎 然后去做不同的版本的控制 然后你对接了LINKES的话 它可以去在LINKES这边完成这些引擎的一个对接 包括你的那些引擎的运行时环境 配置文件等等 你都只需要去在LINKES这一层去完成 然后可以去解决它的高变发高合用 多租户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抢管控 当我们的任务都对接到了LINKES之后 它的因为LINKES对外的接口是支持 像我们同友的认证 比如说LDAB、CURPUS这种认证都是可以支持的 然后你可以去做很好的任务审计 接口审计和拦截等等 包括你可以去做一些BitSeal的控制 BitJob的控制 比如说一些高危风险的一些操作 其实因为我们是银行嘛 比如说你中够Database这种语句 有可能是被业务用户去敲下去 然后所以我们去做这些拦截 当然其实这种语句是已经在底层也做了控制嘛 第三个就是用户和应用资源的一个管控 就是我们会去做多租户的管控 去做对它的样的资源做管控 K8S的资源做管控 就是说你这些用户它只能用这么多资源 第四个的话是一个简便化 它就是屏蔽了底层引擎的这些接入 然后去 第二个的话去简化故障的排除 因为上层的业务的那些分析用户 其实他们是不知道 比如说Spark它抛了一个OA母 它为什么是 它为什么OA母 他们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你这个异常信息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些异常信息是干嘛的 hosted by他们看都不会看 所以我们会基于这些信息去封装错误码的能力 去给到业务用户 就是说告诉他 比如说你是某个参数需要去调整等等 最后一个就是易服用 它可以去降低我们上层用的一个工具的一个后台的代码量 以及它我们的一个认为的一个复杂度 就是我们只需要去关注我们上层用工具的一些功能特性 和我们的一个交互体验等等 第二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数据用Hiva基座 这是当我们去开发一些数据用Hiva工具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 首先是我要去做任务的治理 因为我去Hiva一个工具的时候 它我们要去肯定会提供给很多的用户去使用 然后很多用户来自不同的部门 有些部门可能它有预算 它会买很多机器 那么我可以去给它很多的资源 我要去做资源的管控 这就是上层用工具它可能要去做资源的管控 也要去做这些任务的高频发处理 我要去做拥塞控制 做排队 做优先级 那么之前可能就是要在不同的上等应用工具 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也去解决我们 任务的一个状态的管理问题 一定要保证我的任务是一定要执行成功的 假如它的旅具是没有问题的 一定是要给出来一个正式的结果 第二个就是一个重复造能子 就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很多的数据用开发工具 比如说你开发一个ID的工具 和一个数据质量的工具的时候 存在我都需要去连接不同的数据源 那么我要一些数据源的查询信息 数据源的连接信息 我会发现我在ID上面也要去做 我在数据质量工具 可能后面要在调度工具的上面的时候 我也要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用户函数和UDF 也是存在一些重复性的问题 因为你在ID上面定义这个UDF 当你去做发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根本在调度工具那边去用不了 因为你的这些物料是在ID这个组件里面 在这个应用工具里面 你的任务是依赖是不共享的 需要存在多次好备的情况 这就导致了一个应用孤岛的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的这些公共信息啊 我的任务记录可能是散布在各个不同的上层应用工具当中 我要去做审计的时候 就会发现我们的工作量是非常复杂的 要把很多的这些任务日志 记录到都要导到一个地方 然后去做审计 可能每个任务的日 每个任务的记录的 每个上层应用工具的任务记录的一些信息格式 可能都是不一致的 最后就导致一个扩展复杂 然后因为它新的引擎层处的 室备工作量是 其实是比较大的 不是很多引擎提供的像JDPC接口 比如说有些引擎它提供的JDPC接口 可能也不是特别稳定的 这里就会导致 其实我要去对接不同的接口 去对接不同的引擎 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去写客户端的代码等等 另外就是我的客户端 其实也是存在 比如说我要部署一个Spark的客户端 你要去 首先你要去装很多的任性式环境 Java Python 然后你要去装Spark的包 然后要去有很多的配置文件 你要去做关联 就你要扩一台新节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的很多上产应用工具 要去扩节点的时候 都要去做这些重复性的事情 然后包括我要去做 Spark 2到Spark 3升级的时候 因为很多情况下 我们是要存在一个灰度的情况 我不会说一下子 我就从2直接跳到3 那么我会存在很多时候 要存在同一时间 运行两个版本 那其实对上产的应用工具来说 我就是说我 我所有的应用工具 我都要支持切换版本 那这里其实存在很多的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那么基于这个点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们去开发一个ID的工具 和一个数据质量的工具的时候 会发现很多的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就像上面展示的 我UDF啊 数据员啊 这些和数据质量那边 也是要去做这些工作 然后这之中间是 存在一个割裂的 然后工作量也是重复的 然后对我们一个平台管理方来说 那么你去花这么多的原力 投入这么多事情去做 做双份的工作 就是为什么不考虑 就是说把这些工作做一个 就是之前分析在各个工具的一些功能 去做一个集中的沉淀 然后形成一个可复用 标准化的一个统一能力 首先就是它 这个就是数据用海拔机 做的一个定义 然后它要提供哪些能力呢 首先是它去连通 它去打通一个蓝北线的 蓝北线的一个连通 它去连接我上等的应用工具 和底层的计算层出引擎 另外一个就是 去东西向的连通 这一块讲的就是说 我的 刚刚说的应用孤岛的一个情况 我的ID工具 怎么快速的把这些 物料发布到调度工具 然后怎么去把ID的一个结果 去给到数据质量工具 去做交验 去做东西向的一个打通 第二个就是去简化 去简化我们的上层工具 和底层引擎的一个接入 去简化我们的认为和海发的量 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扩展 去做我们工具层和连接层的一个 快速的扩展的一个能力 然后支持横向扩容啊高核用等等 第四个的话是一个管控 去做我们这些多租户的一个 隔离啊传线啊 然后自然管控啊 请求记录审计啊 包括BiteJob防空啊等等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我去把这些公共的能力 去提供复用的一个能力 去统一它的语义 我在不同的工具中 去定义的一些UDF啊 和自定义变量 在整个我的处置套件当中 其实是同一个语义的 不会存在一些数据 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第三个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LingX现在已经提供了一些基础能力 就是它做了哪些能力去做这些事情 去帮助我们数据用Hiva工具 去快速的构建 其实LingX它主要其实有两部分的能力 去做提供 首先是一个任务治理的能力 它去解偶上下层 就是解偶上层的应用工具 和底层的计算层出引擎 然后去做我们的任务的一个连接性 和可重复用性的一个统一 去做任务的管控 就是去做任务的这一块的计算治理 这是第一个能力 然后第二个能力就是 它提供了公共增强的能力 去提供和复用的数据栏 UDF 配置 变量等 然后这些 这些刚刚说的这些数据栏UDF 它都是在同一个语义 我数据栏的就是一个名字 然后可以在不同的数据用工具当中 都可以去做实用 首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任务计算治理的一个能力 这里展示的就是 它的任务治理的一个功能图 首先对外提供的是统一的接口 就是我支持通用的一些接口 然后比如说 RES4 JPC等等 去提供给上层的应用工具去使用 然后底层去对接到不同的引擎 像AP TP Streaming这种引擎 然后在中间我们去做 它的任务的一个管控 包括语法检查 作业调度 作业管理 然后去做任务的编排 去做管控 去做它的资源的管控 用户的管控 包括它的传线的管控等等 然后基于这个的话 它就可以去上台利用工具 它不需要去关心 它的任务的一些调度 和正常的执行 和结果的返回 它只需要去把任务 提交给Links 然后去拿到结果就可以了 第二个的能力就是 Links的一个公共增强的一个能力 就是 刚刚着重说的 就是Links这一块 它提供了公共 很多公共增强的一些服务的能力 首先就是 它统一上下文 这个是做什么 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不同的应用的任务 其实它们希望去传递一些信息 比如说 在ID上面的一个任务 跑出来的一个结果 希望能够快速的去教验 它的结果的一个正确性 那么我们就希望把这些任务 信息传递给 数据质量的工具 去做统一上下文的一个功能 然后第二个就是 去做统一UDF和函数的功能 就是我只要在 一个上等应用工具当中 去定义一个UDF之后 我在不同的上等应用工具当中 我都可以直接去使用 我不需要在 数据质量工具那边 我要重新去定义一个UDF 然后去把这些 架包的物料或者Python的物料 好备到另外一个工具当中 我只要 只要直接去定义一次 然后第三个就是 变量和配置 就我们像 Spark和Flink 其实有很多的参数配置的 就是你 可能 我们 有些部门的管理员 他说我 希望我的这些业务用户 他有一些模板配置 那么我们就 比如说我Spark的 实力个数 是不能超过100个的 那么我们就去设置 这样一些模板 去给到各种上等应用工具 去做使用 然后去提供一些自定义变量 比如说 日记变量啊 然后 日记格式变量等等 然后 第四个是 统一的一个物料 他去做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们提交任务的时候 不是单单的说 去提交一个思考代码 或者是一个python的代码 我们很多时候是 涉及到 要去使用很多的python包 但是如果是 我们去在 Hadoop的节点上面 去装 比如说 因为 比如说我们 去Union的情况下 你可能曾在 在荷福档案上面 要去装一个python模块 然后在 不同的节点上面 都要去装这个python模块 那么Linx就是说 我去把这些 任务依赖的物料 可以放在Linx这上面 去做层储 然后去做分发 然后 第五个的话 就是公共错误码的能力 就刚刚说的 我会去把 这些异常的信息 去做 管控分析 然后去提供给 业务用户的是一个 错误码和一个知识库 它只要基于 这个错误码的一个简单描述 去通过知识库 去做它的参数调整 或者说脚本的调整 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统一的数据软 一个能力 它做的一个能力 就是说 我可以通过一个数据软的名字 去获取一个 哈佛卡的连接信息 MySQL的连接信息 然后 可以去快速的查询 它 MySQL里面有哪些库表 库表的字段等等 去方便我们的上层应用工具 去使用 基于 刚刚说的任务治理能力 和公共增强的能力 就可以带来 两个以下的效果 首先就是 我可以去 减少 其他减少 海发认为的人力 就是我不需要之前 可能上层应用工具 要在它自己的节点上面 去装很多任性式环境 很多引擎的依赖 包括很多引擎的配置等等 然后去 去对接不同的版本 但是 基于Linx之后 你会发现 只要Linx去解决这些事情 然后 Linx去给你快速的切换版本 去支持新的引擎 去极大的降低你的 海发和认为能力 去降低你的数据应用 海发工具 你只需要去关心你的 自己本身的一个能力的实现 第二个就是一个 提供能力的一个 复用和打破孤岛 这一块就是说 我们之前分散在 不同的工具当中的一些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Linx 去实现一个东西向的打通 它是 可以把我们的这些 上下文信息 进行一个打通的 去减少我们公共增强的 这一块的 能力的海发 这一块 其实 一部分是我们 数据应用工具 自己本身能力的海发 另外一个就是 去减少业务用户 它去开发这些UDF 去录入这些数据软信息的 一个原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 基于Linx之后 你可以有一个 就你的任务 统一到Linx之后 你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你可以去做 统一的审计 去做统一的拦截 包括去做路由等等 前面介绍的都是一些 偏理论性相关的 就是这里讲一些 实战性相关的 就是这里展示的是一个 我们去提交一个 开武任务的一个demo 就是一个Java SDK 然后你可以去 快速的去切换版本 你这里只要去切换 它的标签版本 你就可以快速的去做 引擎的切换 和版本的切换 然后去做提交语言的切换 支持Circle Python等等 这些语言 然后去 当然你也可以去加很多 自己个性化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去支持一些规则 比如说我的任务 比如说十分钟 任行不出来 我一定要直接自动去Cue 就不timeout 就不retry 然后去 但有些可能比较变态 就是说我的任务 是一定要固定在某个机器上面的 我可能A任务 会去往机器上面去写一个数据文件 然后B任务去读取这个文件 这是也是存在的 然后 你也很 比如说你会去加一些租户标签 去加一些路由标签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在Linx快速的去实现 这里去展示的就是Linx的一个 治理的一个能力 它可以去做自软管控 就是 它会做应用级的自软管控 比如说我某个应用 它只能用600GB的一样的堆列自软 某个部门 它可能因为它的预算是比较少的 我 因为我的 我部门下面可能拆了很多室 我每个室可能只能用部分的资源 我每个用户它只能用部分的资源 我的48个引擎它只能起这么多资源 这整整的就是多个层级的 都可以去做资源的管控 然后去做控制 这里展示的第二个能力是 那个公共增强的一个能力介绍 这里展示的是它 这里有一个数据软的名字 比如说是那个一个商品的 MySoho 然后你只要去通过它的一个名字 你就可以去获取到它的连接信息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银行业其实是 我们的那些密码是不能直接去 传输给业务用户的 那么我们暴露给业务用户的 就是暴露一个名字给它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名字去 获取到它的连接信息 去做查询 去做它的那个 任务的提交执行 然后去获取它的原数据信息 等等 这里展示的是 它现在已经支持的一些数据软 现在已经支持了像15种的数据软 当然像JDPC类型的数据软的话 就直接可以在页面上直接新增 就可以快速的添加等等 这里展示的是Linx上下文的一个能力 这里 左边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Python函数 我只要通过写一个Hello UDF 然后去完成一个Python的函数 然后在Linx注册之后 你就可以在sirho中去使用这个UDF了 你就通过就像右边图上展示的 它就是一个去slag的很多自定义变量 然后去使用这个UDF 然后它就可以在不同的工具当中 都是同样一个语义的 包括像上面比如说我们定义的这些RunData 是昨天 然后RunToday是今天 包括一些日记格式的变量 YYY-MM 其实这些很多都是一些很通用的一些变量 因为底层引擎可能是不支持这些自定义变量的支持 但是业务用户它是说 我需要有一些变量 比如说我一定是要跑昨天的数据 因为我们批量肯定就是跑体检医的数据 那么我要定义一些这样的变量 就是定义一些锐度变量 去定义一些季度的变量 包括我想自己定义一些变量 这些都可以在Linx上去做 然后定义了这些变量之后 然后在不同的双层应用工具当中 都可以直接快速地去使用 而且它的语义都是一样的 这里就是刚刚说的 展示的一个粗码的一个能力的解决方案的一个说明 就是它写了一个SURL 然后会给它直接给它 会图给它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一个粗码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你的这个库不存在 你应该去怎么去解决 等等 第四部分的话是给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基于AppleLinx 构建的一些数据应用工具的一些案例 这里展示的是一个Hairon的ID工具 Scriptis和数据质量工具 Cortis两个工具 它们是对接到Linx的 像它会有什么效果呢 首先是更快速地构建 像Scriptis它只有一些前端代码 它只需要去关心它的前端交互 我去怎么编写脚本 然后我的脚本怎么去做 我的四口脚本做提示 它只要去关心这些它的交互体验 然后它就可以去完成大数据任务的提交 去做ID的一些数据分析 第二个就是数据质量工具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不需要去 关心这些任务的提交 和用筛控制等等 这个只要在Cortis这边去 就是在Linx这边去完成就可以了 Cortis它只需要去关心它的数据质量 教验的一些规则 就可以去完成一个Cortis 数据质量工具的开发 然后也因为它们这两个工具 它对接到了Linx 它们就有一个互联互通的一个效果 就是你在Scripts上面 执行的一个结果 你可以快速地在Cortis上面去做 数据质量的教验 其实这个是很多时候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我的一个报表去发送的时候 它我们希望 因为很多时候报表是发送给领导的 比如说有一天可能是存在了一些空置 或者是说数据异常的一个波动 但是你如果是不对这个报表去做一个质量浇验的话 可能你就直接发送给领导了 它就会去Diss你 所以就是说这里打通了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些结果拿到给Cortis去做 做一下这样的教验 然后这里给用户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 这里展示的是 现在Linx已经对接的一些项目 首先是从底层的引擎出发 就是现在已经对接了像AP、TP、Streaming 这些还有Motion Learning相关的引擎 然后往上的话 对接了像数据分析相关的工具 比如说像这上面没列的多分Scale 其实也是有Linx执行的插件的 然后像工作流相关的工具等等 然后机学习相关的工具 和数据质量相关的工具 这些都是已经跟Linx进行对接的 就是包括后续也会去 社区其实也是一直在推的 就是去对接更多的引擎 去对接更多的上层应用工具 最后的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Linx的一个未来规划 首先就是Linx它是一个微服务架构的 它本身容器化部署是没问题的 但是它也存在一些很多事情 比如说它有一个注册中心 其实K8S它的SVC的能力 它也有这些能力 就是说可以考虑在后面 K8S部署的时候会去掉这一块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微服务架构的 服务太多 这个是被我们社区用户 吐槽比较多的一个点 就是后续也会去考虑出一个 单级服务的一个部署 去部署之后 就可以直接完成任务的提交等等 第二个就是任务的优化 因为Linx它天生地对接了这么多引擎 然后它也去支持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Linx这一层 去做任务的路由 包括去通过它的指纹和一些指标 我去做引擎的路由 比如说可能在Presto和Channel上面 跑得快一点 我就直接把这个任务路由过去 然后比如说在Hive上面跑失败了 可以快速路由给Spark 然后会去做一些任务的缓存 就是其实很多业务用户 包括不同的业务用户 它可能会跑一些相同的任务 但其实这些底层数据是没变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 快速在Linx这一层 直接把数据给吐回 就是直接快速地缓回数据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任务的优先级分配 就是比如说我给领导的一些报表 可能是希望快速一点的 那我就把这些任务做优先级的执行 第三个就是一个引擎的管理 就是我们现在Linx它对接了很多引擎 有些引擎可能就是说 不需要去骑一些贺服端 但像Spark这种 它可能会骑个Clend 或者Class的模式的 它骑个贺服端 它其实日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但是可能去基于这些任务的 它历史的一些任务 我去自动地给它骑一个引擎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会去支持自定义的回收 去做快速的很像的扩缩容 去做对Linx节点的很像的快速度扩缩容 去减少我们的成本 第三个就是去支持跨集权的一个任务计算 这个就是不是说多集权 因为Linx其实是支持管理多集权的 这里说的是跨集权 某个任务时间段是自然利用率比较低的 这里其实就是说想的 我在A任务上面去提交一个任务 然后去读B任务的一个数据 就在Linx上面去通过标签 就可以去完成的一个跨集权任务的提交 然后第四个的话是去支持更多的组件 和更多的数据员 去支持对接更多音量工具 然后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客户单的优化 会去支持更多语言SDK 比如说后面的像Go 然后去支持更多的协议 最后一个就是任务稳定性这一块 我们也会去考虑去新增 就其实现在已经在做了 就是做了一个社区在做的 就一个Monitor服务 会去做 已经采集到了很多指标 然后会去做一些 自己的监控告警的一个自愈 去做一些数据的清理等等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Linkeds 正如计算有的中间键 开发认为少一半 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扫描 加入Linkeds社区 谢谢 好 感谢王和平老师 给我们带来 Apache Linkets的分享 给我们分享了 它作为一个数据中央层 所提供的开发底座的这样的能力 然后我想大家呢 可能在听的过程中 有些疑问 也可以现场向我们老师 进行提问 有哪一位 老师首先感谢您的分享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你展示的那个 Python写的那个UDF 它运行时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就是说那个UDF的能力 比如说我要依赖一些外部的三方包的话 它这块是支持的怎么样 这一块是支持的 就是说 就刚刚讲了一个 它有一个统一物料的能力 就是 你把你的这些物料是 就是你的Python物料 或者GDK的物料 直接放到那个统一物料库里面之后 它就是你的引擎启动的时候 它会把这些物料给下载下来 就是Linkeds会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去完成你这个PythonUDF的注册 然后后面的任务就可以去使用了 那就是Python我的UDF里面 就可以写 比如说任意的三方包依赖的代码 就是说 对对对 那Python那个整个运行时 也需要我描述出来相当于 对吧 相当于我在写UDF的时候 我需要有个地方 但我没有写过那个 就是我要 肯定我要 我的代码里面要声明好 我所依赖的三方包 那需要 就是说你要去 import你的三方包 然后 但是三方包 你不需要在你的代码里面去管理 就是它是在Linkeds管理 你就只要去 把你的物料上转到上面去就可以了 那这中间会不会存在 就是说跟其他的UDF做 就是运行环境那种冲突的 架薄冲突的情况是吧 对 架薄就是说 这个是可能会存在的 就是说你 如果你是依赖了不同的架 比如说 一个架薄的模块 你依赖了不同的版本 可能是存在冲突的情况的 这个的话是没法解决的 OK 行 谢谢 那你们那个就是 就是加尔跟那个 就是我Python写的UDF 他们之间是怎么交互的 你说Syho里面怎么写 怎么使用是吧 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 底层引擎的一个能力 像Spark它是 指使你用Python语言去注册UDF 注册好之后 你是可以在Syho Python和Scalar里面去使用 都可以去使用 OK OK 行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编 že 陆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